男子暴跳如雷 因為他到台南安南醫院看病 沒想到領個藥得等上一個小時 忍不住破口大罵 邀請替患者打預防針 大廳的白板標記領藥等待時間 甚至確認民眾可以選擇明後天再來領藥 缺乏藥士的人力 我們從我們中國醫藥大學的體系 徵調了七位藥師到安南來幫忙 那麼這些同仁上線之後呢 我們希望最晚在下個禮拜 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 該院藥師依法應聘任37名 那實際呢該院職業的藥師有45名 那人力符合法規的一個設置標準 衛生局也將前往該院了解其得力調配的狀況 仔細聽衛生局的說法和第一線的醫院 彷彿是平行時空 藥師有多缺進一步了解藥師薪資 高雄醫院月薪六萬五 金門醫院約七萬二 在基隆最低月薪也開除七萬五 而在各大藥局藥師月薪也有個七八萬 在職場上其實也是夠的 只是說分配的不均跟處方簽沒有就是說 全部的一個釋出 醫院的話他還要植大小業 會要做一些學術報告 有一些有化療啊什麼 你必須還要去做受訓等等的動作 或許政府應該跟基層藥師對談 重新審視醫院藥師編制 才能從根本改善藥師人力分配不均的問題 歡迎新聞成為王軍鴻 劉北亞台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